我做市長已經兩年的時間 我們要把時間交到四年前 大家不知道會記得嗎 當時一般年期間市長六選以後 我第一時間我就把韓國瑜市長打電話 要把公開 也要告訴我們所有市民 每次期間要來聽韓國瑜市長 因為市長如果做得好 就是市民的福氣 無分董牌 我們就是要來支持市長好好做事情 但是想不到 他動選市長以後 第一件事就是把清貨停工 這樣停工之後 無先久無兩年的時間 公公會開 學家專家也建議 公清貨一定要去 不可以停 結果 他也選擇 聽工 所以這樣一半兩年 到今天 就像市長一後 這已經經過市長的把揭 還有市長的保存 這樣無一年公眾 無兩年的時間 我們清貨 我們清貨 今天就像兩國外國 我就選擇 學家 開始專立 掌政党 所以 他知道 這個結論教會 當然告訴我 他說 他說 他這兩年來 為了清貨 有時候 沒辦法回家 過小孩 所以 為了要補充 他的家 他的母子 跟他的小孩 所以 特別帶他去吃飯 吃飯 等下 還順便 坐 他去的清貨 我記得 清貨 我選擇 開始 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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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後 很多國民黨議員 也還反對 他問 清貨 怎樣 市長要怎樣 還帶人來抗議 我說 我做一個市長 當然 我先當 我做不好 當然 市長 我做決定 要去 做不好 當然市長 這樣對不對 對 做市長 可以說 沒有負責 做市長 可以說 做到一半半 各位 所以 我要向大家報告 未來 我們議會 我們需要 我們民進黨過半 我們前進 新興 聯合 最關鍵的一席 就是 湯永宇這席 拜託大家 大力支持 全力支持 讓我們 湯永宇律師 高票當選這樣好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